跟数学统计相关比较有关系的函数 里面也是一样 就是大概讲一下有关 怎么样去录制聚集 做一些 当然除了录制聚集之外 我们可以直接撰写VBA 那这个当然在云端上面 还有我们需要最后做完的程式 然后其他还有补充了几个 比如跟那个Sumif相关的函数 最后利用那个Countif 去做那个黑名单筛选 那所谓的黑名单筛选就是说 未来如果你有两个范围的资料 要做比对的话 其实经常 我想应该都经常遇到 就是两个到底 两个范围里面有没有重复的部分 那重复的部分呢 要把它抓出来 那其实就跟黑名单筛选 我想大概是类似的 所以如果未来你遇到那种 如果需要两个资料范围比对的话 其实我觉得用这个方法会是最简单的 当然你也可以用那个VBA撰写 不过VBA撰写可能要写两个回圈 然后呢把资料一个抓出来 跟整个全部比过 再换下一个 再全部比过 那不过这样比完 其实会花比较多时间 反而用Countif函数会是最简单的 另外呢 Countif呢还能做什么 其实我们可以开启 就是今天这个范例 那这个范例是乐透彩的重奖几率统计啦 如果我今天希望喔 知道101年 它1号出现的几率是多高 一直到 那因为乐透彩最多是42个号码 所以1到42号 在101年喔 哪一个号码几率是最最高的 102年呢 哪一个号码几率是最高 最后当然我们主要是统计这两年的几率 最后呢 再把排名给做出来 那怎么做 基本上呢 当然呢 如果我不是写VBA的情况下 那我想要知道几率的话 其实几率喔 大概我想应该大家知道 简单的几率的 这个这个 呃计算的方式喔 那公司非常简单 第一个就是 你要先知道 在101年 所以你会把101年的资料在这里 101年里面喔 第一期 第二期 有没有 每一期开奖出来的 号码喔 总共会有六个号码 加一个特别号 六个号码加一个特别 总共有七个号码 那这个这些号码里面有没有一号 如果没有换下一期 六个号码加一个特别 所以总共喔 他总共 记得他规则他一周开两次吧 所以你Ctrl向下 总共的话呢 会有到100期 也就是101年 总共开了99期 那这99期里面 到底一号里面出现几次 然后呢 最后呢 再把它除以 它总共 全部的号码 到底有几个号码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几率了 那算法 大概是这样啦 首先第一个 我们统计分析里面呢 比较简单的方法 如果说 像 一个范围 的计算 像刚刚这边有一个 101年的这个范围 我的习惯是这样啦 我习惯 如果说 等一下要选取 我觉得有时候比较麻烦 我是建议 你可以把这个范围 先用一个名称来代替 也就是说定义名称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这个方法 那定义名称其实还蛮重要的 首先的话呢 我先把那个名称 这个范围 我先选取横向的 Ctrl-Shift向下 Ctrl-Shift向下呢 意思就是把这个范围 给全部选起来 那我把这个范围取一个名称 比如说我取一个名称叫什么 叫开奖101好了 那以后的话 我就用那个F3 F3的快速键 可以存取这个范围 Enter 那以后的话 这个范围 以后呢 就叫做开奖101 这个范围 OK 叫开奖101 好 那这有什么好处 其实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 那一样的道理 102年的开奖记录 横向先选7个 Ctrl-Shift向下 把这个范围 我们叫做开奖102好了 OK 那其实我本来想说打102 不过你会发现 打102的话 它不允许名称是用数字开头 所以不能用数字 所以我前面加个开奖好了 102 Enter 打错了 OK 开奖 102 Enter OK 那以后的话呢 就是用这个名称 代替这个范围 好 怎么做 接下来 当然第一个 先定义名称 第二的话 开奖统计分析 我如果要统计101年 它出现1号的几率 应该先 几率的话 先计算它的次数好了 那我要怎么去计算次数 其实上上礼拜有提过一个统计的函数 所以再来的话 我们就统计里面的话 有一个叫conif 那conif意思就是说呢 我要计算 所以conif里面呢 它会跟你要两个资料 第一个资料是range range指的是 你要比对的范围在哪里 那刚刚不是我们定一个名称 叫开奖101吗 那你就把那个开奖101带进来 第二个是criteria 这个就是你的条件 是你要在这个范围里面 帮你比对什么 其实就是比对1号 有没有 那这样的话呢 应该了解逻辑 反正这不用背 尽量不要用死背了 你去了解 因为函数 如果你要背 背不完 因为这么多函数 怎么可能背 所以呢 你一定要慢慢习惯 它一定有蛛丝马迹 告诉你 你该怎么做下一步 其实说真的 所以很多时候 像这种工具 真的不能用死背的 像现在大数据分析工具 一直都出来 像现在慢慢除了VBA之外 像有R 有Python 等等的其他工具 那可能 如果说你要跟得上时代潮流 可能你要学新的 如果你要用背的话 永远背不完 这些都不用背 新的工具出来 反正你要了解 它的逻辑 跟这个都差不多 主要就是说 它那个工具呢 也是要解决问题 只是解决问题的方向不太一样 OK 所以 当然这个地方 康义服 我们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跟你要两个讯息 第一个 就是你那个范围 那范围在哪里 F3 我刚刚有讲过 如果以后 你要把某一个范围 变成一个名称 要在存取的话 记得 请你 在那个储存格上方 按一个F3 F3就可以了 这个F3呢 主要就是什么 帮你把你的 那个所有建立的名称 通通用清单的方式带出来 那以后的话就简单多了 这个特别注意 这个还蛮有用的 以后的话 很多地方 我们都会用名称来 代替 那个范围 那你想说 这有什么好处 显而易见的就是 名称 你是看得懂的 但是范围 你还要去想说 到底这个范围 是代表的是什么资料 来源 不知道 还要再想一下 或者你可能要再切到 那个范围 才会知道 原来这个资料 是什么意思 OK 那就麻烦很多了 所以 通常像我们 如果做比较复杂的 资料处理的话 资料来源很多个 我的习惯 还是先建一个名称 比较简单 因为一看名称 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 OK 所以 那建立的方法 我刚刚有提过 F3 有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按一个F3 它会跳个清单 那就是帮我在开奖101里面 找什么 找1号 那1号刚好前面这边有号码 所以我就选它 那你会发现呢 它会利用在这个范围里面 帮你找1号 找到之后 总共找到17个 conif 算几个 那意思是说帮你找1号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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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就帮你加 没有就跳过 OK 好 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这时候17个 好 可是17个其实不是我们要的几率 那几率怎么做呢 其实就是除以什么呢 除以 101年全部开奖 总共开出几个号码 哎 几个号码 那在这里 101年嘛 实际上哦 就是 这个我先切过了 这边 总共其实就是这边了 一起7个嘛 那总共 它cntl向下 有100列 那扣掉栏位 99 所以7乘以 那个 100 7乘以99啦 实际上就是 693个 可是那你也可以直接在后面 填693啦 除以什么 除以693 不过这个好像 感觉好像不是很 因为你是算吧 那如果说你不用算的话 你可以什么 用cnt cnt 有没有 去算就好了 哎 还有印象吗 cnt函数呢 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就是要你去 算 有数字的部分有几个 所以我们可以cntl c 除以什么呢 cntl v 把这个cntl 这个拿掉 然后呢 帮你去算什么 这个范围里面 还记得吧 cnt函数里面 cnt函数啊 基本上就是什么 计算范围中 包含数字的 储存格数目 因为里面都是数字啦 所以回来就693 OK 好 把它一除之后的话 它的几率就是0.24531 等等 后面一串 那如果说你要把它怎么样 下下填满 它全部都帮你全部算 因为它下下抓这个嘛 1号的几率 一直到42号的几率 全部都算完了 那另外 102年怎么算 其实啊 用名称还有个好处 你可以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cntl c 对不对 然后取消一下 切过来之后呢 cntl v cntl v因为它是名称嘛 那101102 它只差一个字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直接就是把它 换一下名称 其实就简单 所以以后如果你有很多个工作表 反正你就用 就是很多个名称 只要是改一个数字 其实就OK了 然后打勾之后的话 102你也算完了 向下填满 那再来合计的话 就是等于什么 两个相加的结果 这个加 这个打勾 向下填满 那排名哪一个最高 其实你可以用什么 插入函数里面 如果你要算排名的话 在统计里面 还有个叫rank.eq rank.eq 那如果2007以前 就是只有一个叫rank 不过rank它多一个avg 不过我们这边 用那个rank.eq 这个 那这个rank.eq 其实主要的用途 就是算什么 某一个范围里面 到底你的资料是排在 这个范围里面 的排名是第几 那当然呢 由大一直往下排 就是大的 合计里面大的排在上面 小的排在下面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明次按rank.eq 确定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就是 把 number指的是什么 它的合计结果是多少 ref呢指的是什么 跟哪个范围比较 跟合计这个范围 所以你可以游标放这边 那把整个选起来 整个选起来就 Ctrl Shift向下 有没有 其实我都会习惯用快速键 当然如果你不用快速键的话 你也可以这样选 不过这样选都有个缺点 就很容易什么 过头 有没有 然后你又要拉回来 所以这样 我是觉得这样 其实在工作上 还不怎么方便 尤其资料多 你光是从头拉到尾 像那个黑名单筛选 两万多个 你从头拉到尾 你都拉得很久 所以建议是 游标放这边 Ctrl Shift向下 它自动帮你选好 再来记得 把这个范围呢 按一下F4 两下 F4 那为什么要F4啊 因为它帮你锁住 有没有 自动帮你加前的幅化 因为我们等下向下填满 那向下填满的话呢 抓的位置会改变 可是呢 范围 合计的范围不能改变 那因为向下填满 只会变动列号 所以呢 其实你只要在列号前面 加个前的符号 表示固定在那个位置 它就不会帮你增号了 OK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算出排名 向下填满 OK 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以发现 这里面的话呢 当然 名次最高的 你就可以马上找出来了 有没有 1号 不不不 跟这样 应该是34号 OK 那当然 你会想说 老实要这样 如果 因为最后其实 老板要的就是最后的结果 最好你要给他很明确的位置 最好 就是那几个号码 那老板可能问你说 101跟102哪来 7个号码 是 几率最高的 因为他可能 等一下要去 投注站 因为他想要 算一下名牌 其实 原来这还蛮好算名牌的 你只要把什么呢 网路上 其实这都开放资料 网路上 都找得到 你可以把那些资料全部抓回来 你就可以知道说历年来的哪一个号码 是开奖机率最高的 那前10或前 反正你就找前几个 你自己下去拼拼凑凑 或许几率会比别人高一点点 但是呢 你要怎么样 可以让这些名次的前七个颜色不一样 你总不能说一个一个慢慢自己去填嘛 所以这里的话你还可以用什么 设定格式化条件 去把前七个号码来帮你找出来 那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先试着把刚刚我讲的 我当然把重点回顾一下 一先把101年的这个横向选取 Ctrl-Ship向下 再到这边输入一个名称 Enter 记得哦 最后一定要按Enter 因为之前哦 同学打上去忘了按Enter 结果他奇怪了 我老师你F3里面有东西 为什么F3里面没东西 原来他忘了按Enter 不是打完就算了 一定要Enter 那就表示这个范围 是开奖101 一样的方法 开奖102 切过来之后呢 利用Count if 先算一下 这个地方记得哦 这个开奖101 请记得用F3 他会跳出这个清单 这个还蛮重要的 因为未来如果你要处理 复杂资料 我是还蛮强烈的 一定要用名称来代替范围 不然的话呢 你以后什么 可能拿给别人 别人也看不懂 你回来看自己也忘了 那什么 那个范围是什么作用 也忘记了 OK好 那这边的话呢 做完之后再把它 后面Count if 复制贴过来 然后一样的方法 再把这个公式复制 贴到102 12年 相加 最后做排名 OK啦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这样的话呢 其实很快的 我们可以统计 统计完之后呢 当然你也可以再利用图表的方式 你可以产生你要的图表 反正最后呢 你的报表里面 不外乎就是表 不外乎就是图 就是最精简的 然后反正老板要看的 就是你越清楚的资料越好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工具 其实做大数据分析之后呢 其实结果就是要秀出图跟表 反正不外乎就这样子 那你要怎么样 可以很快的得到你要的分析结果 我觉得工具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会善用工具 真的很快你就会知道 哪些是你几率最高的 OK 其实不外乎是不一定只有这方面应用 然后其实各行各业 也有很多地方要去算一些 哪些几率是最高的 OK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个乐透彩中奖几率 这个